下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切断板材的功能 切断板材就是说我们在切完零件之后可以加一刀将板材切断 这样就省了一个减板的一个流程 再加完刀之后我们可以点击切断板材 然后这里有切割条件 所以我们定义它的画笔的颜色 这是一个切割的类型 我们可以有不同方式的切断板材的类型 这个红色的线就是切断的那条线 这个是你零件的距离 这条线就是一个切断板材的一个线 可以换一个方式 另外一种类型的切断板材 它会上下割一刀 这个是一个废料切除的功能 就是说将这些废料它可以破碎 可以把它切成一个比较均匀的一个碎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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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在